新国会上路 席次单独过半的绿营急于放手改革国会 但是败选的国民党也急于要寻找舞台 新国会从报道日开始就呈现了山雨欲来的氛围 首先我们来看就是焦点 这在于三大争议法案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被视为首装 由于这个法案在上一届之审到第四条就没有下文了 行政院主张三个月没有完成审议就视为通过 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如何处理呢 在选前 时代力量推的民间版主张要延续太阳花精神 这个演变最值得观察 并且与后续的服帽还有货帽都关系很密切 还有就是12年国教克纲审议 行政院版是主张要继续推 民进党版是要暂缓公布 党产的部分 民进党希望能制定政党法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而国民党也表示不反对 以免每一道选举就成为标靶 但期间所设的都是高度政治利益的敏感问题 彼此之间会如何的攻防还很难说 新国会 新气象 立法院首次翻转 人数占有优势的民进党团 抽出满志 改革先从国会着手 要洗刷朝野协商的黑箱污名 到底如何更加的公开 譬如说考虑协商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 要不要网路转播或是电视转播等等 这个是将来再要谈的内容 我们会跟各党派来沟通意见 绿云希望立院更能发挥专业 以委员会为中心 立委也有听证调查权 因此立院职权行使法列入新会期的优先法案 以及总统职务交接条例和上一届严重卡关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还有针对国民党党产的政党法和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一上任就拿很多政治斗争的这些议题 我想我们未来虽然沦为在野 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原则 但是你要是硬是用那种霸王硬上功的这种做法 作为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方式来做回应 行政院院版本是完全是把过去所谓协议黑箱把它法治化 我们希望是能够用多数民意的版本通过 不过国民党团认为民进党团版本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夹带两国论 新会期报到第一天 男绿已经针锋相对 23号开议后恐怕国会将上演 男绿立场互换的另一番龙争虎斗 UDN TV徐温之刚台北报导